前腿的膝盖和后腿的大腿 尽量向下垂直 不要让我们的大腿是斜的 地方是垂直的 脚掌推行 然后再向前滚动的时候 还是跟刚才一样 我们后脚的脚踝滚动 脚掌去继续推 脚踝滚动 前腿的膝盖滚动 然后把我们的脚收回 所以我们每个移动的时候 首先是先要运动到我们主力轨 膝盖向前滚动 然后中心向前滚动 让我们的重心移动到两脚之间 然后之后再去通过我的后脚的滚动 和我们前腿膝盖的滚动 让我们的重心继续向前滚动 弯 两脚之间 对 不要稍微转动一下子就在这 先要由这个位置 去收回 弯 对 去收回 对 1 2 1 2 1 2 2 注意啊 不要不是收小 我要看到重心的移动 看到没有 一样啊 就是重心的移动 要多少 我要看 看 不要叫它 去 看 这样就是去 去 没有身体 重心的移动 我要看到一个重心的移动 通过一个重心的移动 然后我们 1 2 2 这个2 到1 这一步 前 前后两步的这个连接 大家看我从中间的位置 我去移动我的重心的时候 2 这个时候我的重心还在积极上前 经过了我的脚之后 我要继续让我的重心 继续向前跳 去 1 直接去做到我们下领域的这个位置 我们不会在中间的位置去停到 2 1 2 1 再去 8 1 去做我们移动的重心 我们会从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 两脚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去移动我们的重心 让我们的重心继续保持 向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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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到2 2 向前 向前 再到2 我们不会在中间的时候 向前 停 再向前 停 再向前 我们认为中间的 不要在中间去停掉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 虽然在参考上 都没有